當你想要在你的ROBLAS遊戲中 偵測玩家按下的某個按鍵 你該怎麼做呢? 現在立刻幫助不停按讚 因為克拉克將在這部影片中 告訴你該怎麼使用ROBLAS的User Input Service 來偵測玩家的按鍵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克拉克 想要做ROBLAS遊戲去苦於英文能力 和無法理解程式語言嗎? 在這個頻道裡我將每個禮拜上傳 一到兩支ROBLAS Studio的中文教學影片 不管是程式理論、遊戲與功能施作 在這裡你都能得到解答 現在立刻幫這部影片按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你就再也不會錯過影片的更新喔 快點分享這個頻道 給你同樣熱愛ROBLAS的朋友知道吧 那麼什麼是User Input Service呢? 有看過絕大多數影片的觀眾 肯定早就知道什麼是Service的 而User Input翻譯起來就是使用者和輸入 輸入Input這個東西 應該會在你高中的計算機概論裡面交到 這邊就會還不知道Input是什麼的觀眾呢 好好講解一下 我們在計算機領域裡面 有分成Input和Output Input輸入指的就是你外接到電腦上 那些會傳遞某個資料到電腦中的裝置 像是你的滑鼠、鍵盤、麥克風 都是你這位使用者透過按下某個按鍵 或是講話輸入Input讓你的電腦知道了某個資料 Output、輸出就是那些你外接到電腦上 會拋出某個資訊給使用者的裝置 像是你的螢幕、音響和耳機 都是透過電腦處理完某些資料 然後將這些整理完的資料 輸出給使用者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可以說我們在腳本中寫的程式 就是Input輸入了資料到電腦中 然後我們的電腦在處理完你的程式後 Output、輸出這些資訊透過你的螢幕 將這些整理完的資料給呈現出來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使用print韓式的時候 能夠在Output視窗裡面看到我們要求的資料喔 那麼我們的User Input Service 就是在偵測玩家的輸入裝置啦 除了最常見的鍵盤、滑鼠、腰桿以外 因為Roblox是支持行動裝置的 所以這裡的Input也包含了玩家在手機和平板上 使用手指點擊或者是滑動的操作囉 而大家都知道我們鍵盤、滑鼠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按鍵 那麼我們的Roblox要怎麼知道 玩家到底按下了哪個按鍵呢 首先大家要知道 因為User Input Service是在使用者User這裡的 所以這個Service只能夠使用在客戶端 也就是Local Script裡面 在這個時候就可以提到 在Explorer視窗底下的Starter Player 底下的Starter Character Scripts 還有Starter Player Scripts 我在這兩個資料夾裡面 分別放入Character Script 和Player Script 這兩個不同的Local Script 我們按下Play進入測試 我們放在Starter Character Scripts 底下的這個Character Script 會在玩家加入遊戲的時候 插入到我們玩家的Character角色模型裡面 而我們放在Starter Player Scripts 底下的Player Script 會在玩家加入遊戲的時候 插入到玩家的Player這個Object底下 Player和Character的區別 我們已經有一部影片講得很詳細了 非常推薦你去看一下 那麼在這邊你可能會想問 你平時應該要把你的Local Script 放在哪一個資料夾裡面呢 答案是都可以 程式是很自由的 以克拉克我自己在使用的習慣 如果我想要透過 User Input Service 偵測玩家的按鍵 開啟一個UI視窗 我會把這部分的Local Script 放在Starter Player Scripts 或乾脆放在一個GUI Object裡面 如果我要偵測玩家的按鍵 然後讓玩家執行一個動畫的話 我就會將這部分的Local Script 放在Starter Character Scripts裡面 不過本質上沒有什麼差別啦 只要你懂Player這個Object 你想怎麼寫就怎麼寫 我們在之前那一部講 銀浪列舉的影片中就有提到 我們在使用User Input Service的時候 會用到User Input State User Input Type 還有Key Code 這三種銀浪 如果你還不知道銀浪是什麼 現在趕快點右上角資訊卡去複習一下吧 那麼不管你要在哪裡使用Local Scripts 我們都現在腳本中Gate Service 來取得User Input Service 我們在使用User Input Service的時候 最常使用的就是 Input Begin還有Input End的這兩個Event事件 這兩個Event分別會偵測使用者的 Input裝置的按下和鬆開 那麼我在這裡已經寫了兩個Print 我們按下Play進入測試 那麼現在不管我是按鍵盤或滑鼠 每當我按下了其中一個按鈕 我們的Output視窗就會顯示 Input Begin 觸發 而當我鬆開任何按鈕的時候 就會顯示Input End的觸發 那麼我們在這兩個Event裡面 都會取得一個Input Object 和Game Process Event的不靈值 我們取得的Input Object 會根據使用者按下的Input的裝置不同來生成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Input Object 它的屬性就有我們剛剛提到的 UserInput State、UserInput Type還有Key Code UserInput State的這個Inan 基本上就是在說明玩家Input裝置目前的狀態 像是Begin還有End 其實就是我們這兩個Event在偵測事情 玩家是按下了還是鬆開了我們的Input裝置 既然這兩個Event已經把我們做這件事情了 接下來要偵測的就是 玩家到底是使用哪一種Input裝置了 這裡我們就要提到UserInput Type 我們在腳本中呢 Print Input Object底下的這個UserInput Type進入測試 你可以在Output視窗看到 不管我是使用鍵盤或滑鼠 當我按下任何按鍵的時候 它都會顯示一個UserInput Type的Inan 而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一點呢 來偵測玩家使用的是哪一種Input裝置 例如我現在要偵測玩家的鍵盤 那我就可以寫一個If判斷式 判斷當玩家觸發了Input Begin的時候 檢查這個Input Object底下的UserInput Type 是不是UserInput Type這個Event底下的Keyboard狀態 我們按下Play進入測試 現在如果我按下滑鼠的話 它是完全沒有任何顯示的 但是當我按下鍵盤的時候 我們的Output視窗呢 就會顯示玩家按下了鍵盤 那麼在偵測完玩家的Input裝置之後 我們接著就要來偵測玩家 到底按下了哪一個按鍵 這裡呢就要使用到我們的Keycode這個Inan Keycode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狀態 當然我們最常使用到的不外乎就是那幾個 鍵盤上的0-9的數字還有A道立的英文字母 偵測的方式也很簡單 我們同樣的寫一個If判斷式 判斷我們的這個Input Object底下的Keycode 是否跟我們要偵測的按鍵是相同的 那我這裡呢就偵測鍵盤上的B鍵 按下Play進入測試 現在當我按鍵盤的時候 它是同樣沒有任何顯示的 不過一旦玩家按下了鍵盤上的B鍵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OP的視窗呢 顯示了玩家按下了B鍵 那麼在這個If判斷式裡面 你就可以去寫一個當玩家按下了鍵盤上的B鍵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背包的視窗開啟的程式 我按下Play進入測試 現在每當我按下了鍵盤上的B 這裡呢就會出現一個 哈哈我是背包視窗啦 我再按一次的話它就會關閉 那麼我們在Input Begin還有Input End的Event的四鍵中 我們還會取得一個Game Process Event的布林值 這個值呢沒有各位想像的那麼難 Game Process Event 在玩家按下Input裝置的時候呢 會返回一個玩家是否按下UI的布林值 我在這裡呢就隨便弄了一個Test Button 現在我就寫一個偵測玩家在按下我們的滑鼠左鍵 Mouse Button 1的時候就Print Game Process Event 我們按下Play進入測試 那麼現在如果玩家點擊了這個Test Button 我們的Output視窗呢就會顯示True 而如果我沒有點擊Test Button 而是點到其他地方的話 我們的Output視窗呢就會顯示False 畢竟如果你正在製作一個FPS遊戲 你不會想要看到在玩家拿著手榴彈的時候 使用滑鼠左鍵點擊商店視窗 結果手榴彈被丟到自己腳下的畫面吧 在這個時候呢 Game Process Event就可以幫助我們規避這個狀況 你可以簡單的寫一個 以判斷是 我們就直接檢查Game Process Event是不是True 如果是的話我們就直接Return 也就是我們檢查當玩家 在點擊UI的視窗的時候 就不執行接下來的程式 我們的User Input Service 還能幫助我們偵測玩家正在使用的裝置 例如你想要為手機和電腦玩家 設計不同的UI介面 那麼你就可以使用 User Input Service底下的這一些屬性 來偵測玩家正在使用的裝置 有連結哪一些Input可以使用 例如使用Touch的Enable 來檢查玩家正在使用的裝置 是不是有觸控螢幕的功能 畢竟絕大多數的電腦玩家 螢幕應該是沒有觸控功能的吧 至少我是沒有啦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EF判斷式 來知道這位玩家是手機還是電腦的玩家 不過凡事都有例外 克拉克我個人的建議 還是你需要設計一個 不管是在電腦或手機上 都可以帶給玩家 良好使用體驗的UI介面 不過這個就是UI設計師的範疇啦 最後克拉克還想要提到的一點就是 我們的玩家有時候是在打字聊天 而不是真的想要觸發我們按鍵上綁定的功能 例如我們的玩家在打字的時候 按下的鍵盤上的B鍵 我們背包的視窗卻跑了出來 這是一件非常困擾玩家的事情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 User Input Service底下的 Gate Focused Tester Bus這個函式 來幫助我們解決這個煩惱 Gate Focused Tester Bus這個函式 會Return回傳一個玩家正在互動的Tester Bus 那麼Tester Bus是一個玩家 可以自由輸入文字進去的GUI Object 那麼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們Roblox預設給我們的這個聊天視窗 負責輸入文字的這個欄位呢 也是一個Tester Bus喔 現在我就在Input Begin這個Event 觸發的時候 定義一個Tester Bus Focused的變數 使用Gate Focused Tester Bus 取得玩家正在互動的Tester Bus 然後將它給Print出來 那麼現在不管我是按下了哪一個按鍵 我們的Opt視窗呢 都是顯示Neal空置的 因為我們沒有跟任何的Tester Bus互動嘛 但是現在當我按下這個Tester Bus 要打字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Opt視窗呢 顯示了這個Tester Bus 也就是這個用來打字的Tester Bus 在這邊我們就知道了 如果玩家沒有要打字的話 這個Tester Bus Focused的變數呢 會是一個Neal空置 如果玩家正在打字的話呢 它就會是一個存在的Tester Bus的Object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寫一個判斷式 判斷如果這個Tester Bus Focused的值存在 也就是說不是Neal空置的話 我們就直接Return 不執行之後的程式 因為玩家正在打字嘛 我們按下Play進度測試 那麼現在當我的玩家呢 沒有跟任何Tester Bus互動 我按下B鍵的時候 是可以正常開啟背包視窗的 但是如果玩家現在要打字 我按下B的時候呢 是不會開啟背包視窗的喔 那麼這樣就是今天的User Infra Service 我想介紹的全部內容啦 今天的介紹呢都是比較專注在電腦 也就是鍵盤和滑鼠上面的 如果你需要手機和平板這類 有觸控螢幕功能的介紹的話 希望你現在馬上幫助不平按讚 並且訂閱這個頻道 卡拉克未來會製作更多 關於開發Roblox遊戲的教學影片的 當然也別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之後上傳的影片啦 那麼這部影片就到這裡 這裡是卡拉克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by bwd6